我剛剛其實就是這樣子 被她的這個背影給吸引的 反正就是一個 膠肩的 頭下的時候就比較性感一點這樣 因為我是做服事業 衣服跟褲子都是穿我們店的 東銜是剛剛裡面年紀最小的嗎 我現在是大一 愛我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秋葉 我們現在人在大直 我後面是美麗華 旁邊是中泰樂生活 我希望在這邊可以找到一些 重視生活質感的朋友 為什麼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嘛 大直是什麼貴婦多豪宅多 那在中泰樂生活 像這樣子的夢裡面 它有藝廊有書局 還有很多非常不錯的高端家具選品店 所以我其實是蠻期待 可以在這邊找到一些不一樣氛圍的 Maybe是上班族 或是說甚至家庭主婦 我也覺得都OK 但我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 屬於大直氛圍的朋友 OK 我們走吧 我今天沒有伸出大鬍子 OK我找到第一位貴婦呢 就是 我本人啦 沒錯就是我本人 每次在街坊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想要看秋的穿搭 上一次呢就不敢把自己壓到 就是有點太壓香飽了 結果天都黑了 啊狀態不是很好 微脫妝 今天我就是第一個先介紹我自己 來先看一下我的上身 我的上身呢其實它是有兩件組在一起 上面是一個半透膚的短板上衣 那它其實裡面本來在搭配的時候就是可能會希望讓你可以搭配一些小可愛啊 或者說看起來比較簡單俐落的方式 那我裡面呢在搭配的是一個這種一片式的這種透膚罩衫 那因為像這種罩衫它其實一開就可以開到最高 所以呢你下面一定還是得要配一件褲子的 但是它可以讓你整體的造型上面 可以變成有修身拉長的效果 看起來變得很瘦很高 挑非常非常的高端 那褲子的話 它是BOTEGA BV的一件牛仔褲 是有點炫技的褲子 它看起來是牛仔褲 但它其實是一件私質的褲子 那配件部分呢 最近新入手的是我前陣子剛生日 我六月初生日 然後買了一個Coro Crush系列的手環 那旁邊的話是 因為我最近就是有一點點沉迷在水晶的世界之中 那它這一串其實是水晶 可是因為我很怕水晶搭配起來有時候會太老氣 所以呢我就會在旁邊 這是我在東大門的時候買的一些小串珠 我覺得這樣子整體搭起來 它的氛圍感就會比較不會那麼的太嚴肅 然後活潑可愛 但搭配起來還是有一種心靈沉澱的感覺 接下來的話呢 還介紹一些我個人今天包包想要推薦的小物是 影像號 我現在的線路就是包包圍基 包包圍基 找到了 來 OK這個是楊宇寧的老婆阿梅 她有一個自己的品牌叫Nomel 那這個是他們6月6號才剛上的一個防曬噴霧 那為什麼我覺得防曬噴霧很好 原因是因為有時候我們其實像女生已經化完一個全妝 之後其實你要補防曬是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你就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補它可以補到防曬 但是通常又不會去破壞掉你的妝感 所以我就今天把這一罐帶在身上 那還有另外一個的話是 我個人真的好喜歡這一個 這個是Toy Select的AirPods的殼 那它是美少女戰士的 為什麼喜歡它 就是因為它這邊有一個珍珠 是不是很可愛 他們這些我真的好喜歡 也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想要AirPods的殼的話 那再來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包包 也是Botega 鞋子也是Botega 低調奢華 非常符合大職貴婦的氛圍 我今天就是第一位要接訪的人 我跟你們說 太驚訝了 我們大概在這邊逛了應該快兩個小時 準備要換場地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一個團體 我跟你講真的是團體 來我們請他們進來 補長 補長 不好意思 團體 團體太害兇了 來 第一個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沒有站得比較後面 請問一下四位身高平均是 應該是185吧 185 好驚人的 我看到爆麥了吧 想請問一下四位的身分是 我們是學生然後兼模特兒 學生兼模特兒 完全說得過去了 這一位我會特別採訪一下 來 你是 我是 我叫東協 你們好 為什麼要特別採訪 因為東協認得我 其他三個不認得我 來東協我們 近距離聊天 好 那我們來就是依序自我介紹 所以你是東協 那你呢 我是嘉欣 我是怡威 我是少傑 我們今天當然還是要來好好的採訪一下 他們今天的穿搭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身上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有一些非常年輕的元素 但是同時我覺得他們在搭配上面 不會失去那種氣質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時候很多年輕的元素搭在一起 有時候會顯得一種廉價感 可是他們四個卻完全沒有 我們來請他們四個好好的各自介紹一下 自己今天的穿搭好不好 你們今天的出來是為了要 我們今天出來的話是要定妝 所以像如果你今天如果來定妝的話 你通常出門前你會怎麼樣想說 我想讓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最純粹的我 我如果穿衣服的話 其實我出門穿我都是一個簡約風 穿一個素色的黑白風 對啊 就很簡單基本配色 比較好搭 不用煩惱那麼多 因為我是做服飾業的 衣服跟褲子都是穿我們店的 我們是東區的APO 襪子的話就是HeroGraph 然後穿這種很基本的Air Force 剛看一下你的飾品其實也還蠻好 可不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飾品好不好 這個也是我們店 我看到喔 Bling Bling的亮亮的 我就把它拿來戴 然後戒子 戒子 就是在網路上買 看到還不錯 然後就頂著這樣 所以其實像你個人本身喜歡的穿搭 就是屬於比較簡潔系列 但是在手鏈的上面 你剛好選了一個意外有點Bling Bling 感覺的 他應該算是你今天穿搭的小重點之一吧 對 算是 就可能他是比較特別 比較突出一點 不然其他的就是黑白嘛 就比較樸素 所以就是用一個小手勢 然後來帶出他今天整天的重點 OK 謝謝帥姐 OK第二位我們來歡迎一位 對不起我真的是還是覺得很驚訝 怎麼可以有女生這麼的高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一樣介紹我們今天每一樣單品好不好 來 我的外套跟裙子它其實是一套的 就是我是在東區的紅二衣 它是一間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系的服飾店 然後買的 對對對 然後這間呢我忘記奶奶買好像是士林吧 也是某間店逛道 它就是一個銷尖的 頭下的時候就比較性感一點這樣 耳環跟項鍊是同一夾 是那個Vakensa的 然後這個戒指是我自己做的 包包呢也是隨便買的 就是好看的鏈條的包包這樣 然後呢配軍靴 就是非常簡單 就有點休閒性感這樣子 OK第三位是我們的嘉欣寶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加她寶貝 就覺得嘉欣後面很適合加一個寶貝 而且我剛剛還問了 我說你們今天是不是大學生 就是這陣子在期末考 聽說你是什麼時候考的 今天早八的課 今天早八的課 大四生了 真是不得了 你們不要看他們這樣 不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 我真的是我差點沒下風 然後呢我剛剛其實一開始 我很喜歡她的裙子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看到的時候 她是走在最後面的人 所以她其實算是有點 抓住我眼球的 那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她的裙子有點在膝蓋下面 然後配著一雙靴子 然後她的背後是這樣子 我剛剛其實就是這樣子 被她的這個背影給吸引的 那我們來就是請嘉欣 來分享一下 你今天出門前 都已經決定要上課囉 怎麼還可以有心搭配成這樣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去上課 其實不是穿這樣 是因為等一下要去試鏡 然後試鏡的主題是要有點 約會的穿搭 所以就穿了裡面的洋裝 然後襯衫就是一個 隨意的搭配可以防曬 或是冷的時候可以穿一下這樣 今天的鞋子是馬丁 然後包包也是 隨意配一個容量比較大的 可以裝下很多東西 然後項鍊配珍珠項鍊 約會的風格 所以就戴一個簡約的項鍊 那我想問一下 所以你裡面這件洋裝 它是平口的是不是 對 那你裡面穿的是bra top 還是是new bra 因為我現在new bra已經快掉下來了 我剛剛從頭到尾都一直這樣捧著 這畫面能播嗎 所以你現在裡面就是一件蘋果 都沒有掉下來的意思 你這件衣服哪裡買的 ZARA的 然後我今天第一次穿 因為其實平常很少有機會穿這種洋裝 所以就是今天的主題就是 以一個約會穿搭為主 一個one piece的長裙 搭配一個功能性可以防曬 可以在冷氣房保暖的一個大襯衫 OK 謝謝 我們最後一位是東閒 東閒是剛剛裡面年紀最小的嗎 我現在是大一 大一先生 那像你今天的出門打扮的主題 跟idea你覺得是什麼 最近很熱嘛 然後就想要讓我看起來鮮豔一點 所以我就搭了一件黃色的破洞的背心 然後配也是破壞的背心 然後藍色牛仔褲 這個包比較穩重一點 可以中和我身上現在比較清新 比較活潑的感覺 就不會讓整個人看起來太輕浮 其實這張話就是小白鞋 然後它是厚底的 因為我喜歡穿厚底鞋 看起來比例更好 那我個人是覺得東閒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雖然是一個20歲的弟弟 就是才大一 但是他手上卻戴滿水晶耶 我覺得這件事情在年輕人來講 算是蠻難得的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手上的那個水晶 之前就有看過關關 在台北地下街有在賣水晶 然後他就有拍影片嘛 然後那時候就 第一次看到水晶的東西 然後是最近才開始在購入一些水晶 身上有三條 像今天因為穿的比較鮮豔嘛 所以我就搭了兩條比較鮮豔的水晶 然後就是綠色配粉色 然後配身上的黃色 然後這條呢就是招財用 所以就是有一種 我今天可能戴了它之後 我可能就是一切的運勢都會很好的一種感覺 我覺得其實他剛剛想要用這個粉色 綠色然後搭配黃色衣服的這個搭配法 我覺得這算是蠻大膽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不太敢在自己的身上 使用這麼多的顏色 但他都不搶眼 他都是淡淡淡淡的 但我覺得搭起來 一點都不會讓人覺得太多太雜 甚至還真的有畫龍眼睛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其實東閒 真的對自己的穿搭 非常非常的有想法跟有概念 真的很開心今天可以遇到東閒 謝謝 我覺得今天我們找到了這一組 剛剛那個185俱樂部的那四位朋友 再加上我今天自己分享我自己的穿搭 我覺得其實這一集的內容 已經算是相當的豐富了 OK 最後要加上今天美麗的陽光 最後好像都在為我歡呼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前往我們下一個地點 也就是信義區 那就喜歡這一集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幫我們追蹤 L YouTube的Channel 還有L Taiwan的IG 那還有就是我的IG CHOO下底線YH 有喜歡我們這一集的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 然後幫我們留言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Bye Bye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